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小夫 我是影鱼 大家好 我是健次 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有点事与各位族友交代 我们上一集讲到心灵感应 心灵感应里面提到一个日本超能力者 叫做御船千鹤子 我们在节目上说他明治36年死了 后来我们查证资料 原来他是死于明治44年 小夫 又问你了 明治44年 公元了一年 你上集已经问了这个问题 其实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幸好有做功课 明治44年其实就是公元1911年 就是中国辛亥革命的时候 刚好是御船千鹤子细小的年份 没错了 小夫是有做功课 谢谢你 谢谢你考我 不是考你的 我们想让各位族友知道 我们做的节目都很认真的 如果有什么资料 如果我们能够确认到的话 都尽量帮各位族友去确认 给一个正确的资料大家 这个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态度 好了 讲回今天的主题 今天主题是什么呢 今集的主题就是山海经 我想各位族友可能 或多或少听过很多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 其实这些很多神话故事 都是来自山海经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 关于山海经的神话 不如影月讲一下 其实我小时候去图书馆的时候 看过一本书叫做《铝窩》 就讲这个《铝窩煉石保天》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我听过它是来自山海经里面 故事其实就是说这个铝窩 创造了这个人类 一直都生活得很开心 很平静很快乐 但是好境不常 突然有一天 资山的天海柱就突然断了 而且在天上出现了一个很可怕的巨洞 这个铝窩就去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 选了一些五彩的石仔 去练成一些石章 去补补天 之后人民就一直觉得很幸福很快乐 就是这样 一个大团圆结构的故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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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要收正分 对 收正分 虽然我们经常听到铝窩的传说 故事 但是事实上 其实铝窩煉石保清天 这个故事其实不是出自山海经的 对 竟然 对 没错 但是山海经的确有提到这个铝窩 对不对 有提到铝窩 有提到铝窩 铝窩就是一种字 一句说话 他说铝窩煉石保天之后 铝窩的墙跌在地上 化了十个神人 他们就叫铝窩之墙 哦 同时三个经历也有提到铝窩煉石保清天的原因 就是天神专屋和贡公欠天帝的位置 贡公打输了 打输了之后 他就老修成了一头撞向 即是用一头 撞向这个北周山 不是北周山 是北周山 对 是 北周山 对 对 对 北周山 对 即是大洪水来自贡公藏 断了北周山 没错 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两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神话故事 我相信各位族友也听过 但具体来说 《山海经》 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呢 可能各位族友也未必太清楚 不如简单讲解一下 什么叫《山海经》 我们先去图图看看 这幅图是《山海经》的其中一个版本 就是《万历》 记不记得 就是《明朝》 《万历》15年 如果有中二历史的族友也会听过 没错 但其实这本书最可以出的时候 不是在《明朝》 你知道什么时候影月吗 你猜一下这本书有多久 这本书呀 四千年前吗 其实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人们说这本书最先作者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听过《大宇治水》的传说 《大宇治水》就是中国那时候 河水泛滥 周围都充施着水灾嘛 如果补完天之后 大洪水之后又不小心又有大洪水 是的 然后当时皇帝的姚帝 他又派出了他的手下 一个大宇 帮他治水 大宇为了治水 全中国到处走 周围走来走去 他又见识了很多东西 然后他又命令 一个手下 就叫百亿 就把这些所谓的山川 河流 动物植物等等的东西 都记录回来 就形成了《山海经》 有传闻《山海经》 一开始的时候就叫做《山海陶经》 《山海陶经》 是的 即是有陶监 是的 有陶的 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全部都是文字 是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山海陶》 在很久之前已经失传了 传闻中一直到魏晋的时候 仍然有《山海陶》的存在 但是魏晋之后就失传了 是的 就没有了 这些图传闻中就是摆在 大家听过的 《羽柱九顶》 就摆在九顶上面 这个我听过就是说 当年大羽要成为天下王 他经常是中原的皇帝 他就住了九顶 就分别代表九州 没错了 那我们去下一幅图看看 大家看看 《羽贡九州山川之图》 当然了这幅图是后人去画的 不是雨那时的 就是猜拆当时的中国版图是怎样的 是 猜拆当时的中国版图是怎样的 当时他将以河道和沙漠来分 将整个中国分成九个部分 所以就叫九州 这本《山海经》 其实就是记载了所谓的九州里面的 地理风貌 动物植物 生态环境等等 讲到生态环境 各位族有一定会有兴趣的 去下一幅图 里面提到很多神仙和奇怪的动物 里面提出了大概有四百八十多种 不同的动物 这些动物其实大家都没见过 基本上可能是现在世界就不存在了 有些人就说这些动物 其实可能是以前的外星人 就来到地球之后 他们进行一个所谓的生物工程 就做了一些怪异的动物出来 但后来因为你知道 可能基因动物的话 只有一只只有一只而已 没有交据 只有一只就没有了 所以以后就没有了 除了这些动物之外 还有很多神仙 里面记载了一百多二百个神仙 其中一个是竹容 这个很出名 除了这个竹容之外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神话传说 比如刚才所说的 吕窩 比如有皇帝 大家都以为皇帝好像是三皇五帝 应该是真的 但事实上他以前传在神话传说里面 要讲到皇帝 有些历史的冷知识 我想讲一讲 题外话 插一句 就是皇帝的崇拜 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皇帝崇拜是很近才开始的 基本上是要去到民国时期 晚清民国时期才开始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被西方列强入侵 他们希望掃出了形象 重新凝聚一盘散沙的中国人 即是民族主义崛起 他要找回血统 是的 所以重新搬出皇帝 作为一个崇拜的对象 当然以前也有所谓的皇帝祭祀 但是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盛行 自己是炎皇子孙 炎皇子孙这件事 就是很后期 中国人才会自称炎皇子孙 哦明白 是的 刚才讲完山海经 到底是什么人写 或者说些什么 其实很多人在移民 这件事是否真是真的 这件事是否真的大宇社 大宇宙八亿社 还有里面记载的所有动物植物 山穿湖泊 是否真的 是的 究竟是否真的 这件事是几千年前没有人知道 其实说今天的题目 我有一件事要很强调 就是我们会希望相信 不是希望相信 我们相信山海经里面说的东西 起码在作者的立场 它不是一定是真实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在远古时代 就是到了《艺进南北朝守神记》之前 其实中华文化里面 是没有所谓神幻至怪小说的概念 是的 是的 基本上我们可以相信的就是 山海经的作者写山海经 它未必一定是如实记载的所有东西 或者它记载的东西 可能是它印象之中是真实的 只要它解释的方法 跟我们现代人的看法 是有多少出日本解的 哦 其实它是可能见过 或者它认为这些是真实的 是的 我不是有心写一部假的小说 或者是作些东西 骗够你们 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有文字有图了 全文中是有图 所谓是山海图 全文中是大宇 把这些图刻在九顶上 所谓的 是的 后来一些人看到了 就是把九顶上的图画 再描述回来 变成了山海经 不过这个山海经 一开始的时候 全文中是有三十多卷 没记错 好像有三十二卷 后来到了汉代的时候 有一位叫做古文学家 他是专门看古文的 你知道汉代的时候 有些是《金文经》 和《古文经》之争 那位古文家就叫做刘欣 刘欣 他就在皇宫的图书馆里 找到三十多卷的山海经 然后他觉得 里面的内容很多重复 于是就将它删剪了 就变成了今时今日 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十八卷的山海经 山海经里面 分为山经 分为海经 大方经 还有海内和海外经 是海外 刚才我们就说到 究竟是什么人写的 究竟是什么人 里面的《陆记》是否真的 但是有些 我听过很多解释 这么多年来都有很多解释 很多学者都会研究山海经 尝试解释当中所象征 或者代表的东西 是的 但是我听过一个 其实最有创意的 我想在这里和各位继续分享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外星人 即是所有记录下的东西 其实跟外星人是有关的 这个外星人的传说 或者外星人的解释 那我们在图上就看到一条 好像一个头两个新的蛇 就叫肥围 山海经里面记载肥围 就是说这个蛇是一个头 两条尾 接着有翼的 然后就说 如果看到它的话 整个国家 或者整个大地 都会有肝寒的 是的 我们再看另一个图 但是我看到的解释是怎样呢 是不是很像超时空要塞 是的 它就说肥围 这一样 其实不是蛇 其实它是一个战斗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会是一个战斗机呢 我们要重新讲回 是谁去解释 谁去说这一样 其实 说这一样的人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学者 他是一个物理学家 他有英国一间大学的 叫做冷冻学的石少学位 他的名字叫丁振宗 他在1995年的时候 其实曾经写了一本书 叫做破解山海经 你也看过这本书 这本书非常出名 非常经典的 但是 稍后会说到 没错 这本书 其实我已经看了 你已经看了 我已经看了 已经看完了 很有趣的 但是结论 我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丁振宗 他认为以前那些人 读山海经都是照字面解释的 这就不对 怎么才对呢 他说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做解释 什么是科学的态度呢 他说在山海经里面 其实跟圣经一样 是有很多密码的存在 这些密码就不可以照字面去解释 怎么解释呢 譬如有个食字 譬如里面山海经讲到 有很多动物 或者有很多奇珍异寿 去吃人 或者被吃 他说食字其实不是真的吃东西 食字为什么呢 他说如果是动物吃人的话 其实就是说动物不是真的动物 实际上是动物是机器 是机器 那些人是一些外星人 他们来到地球之后 他们因为开飞机 要进去基地 我就滚了下去了 就是要飞进去基地 哦 这样就叫做动物吃人 人吃药物呢 他们的画面就像是一架飞机 一极巨兽 就像打开机枪 然后那些小型的飞机 或者那些乘客就走进 那个怪兽的肚子里面 就像食人那样 没错了 但问题是你也说 喂 你说好像食人那样 但是如果外星人自己的记录 他们没理由会写食字的 对吧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原来 他说那些外星人的事迹 就是很远古之前的 但是记录下来的人 就是那些先文 比较近代的 可能是什么人呢 可能是周朝的人 可能是一些叫做商朝的人 其实他们现在都不好 他们现在都大概是公元前 千多啊 最多到两千年前 对吧 跟外星人来的时候不同 他说到外星人什么时候来的 你猜不到这个事情 什么时候来的呢 六千七百万年前 哈哈哈哈 这么久 是的 恐龙时代来的 是的 恐龙时代来的 是的 对 我想起什么 我想起漫画印牙里面 六千七百万年前 有这个皮河这个原始人 是和暴龙搏斗暴食这个暴龙 那个是利安德达人 是的 我猜不到原来是人类 原来是人类 身处六千七百万年 是的 真的 我也有看过一集 那说回一个正题 他就说那些周人 或者是商人 他们看到这个记录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那些是基地 或者是机械 或者是飞机 六千七百万年前的历史 没有没有没有 他的意思是说 六千七百万年前 那些外星人来到地球 然后做了机器 留下了一些记录 可能是图画 可能是一些影像 影碟 这样才算 立体全新的影像 是的 然后到了周代的时候 或者商代的时候 那些人就看到 是的 看到之后 因为周代的人 没有这个技术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他就以为机器是怪兽 他就看到那些人 走进去机器里面 就以为机器是吃人 所以就是这样 刚才少虎问到 他说 那人吃机器又是什么 机器又是什么 人吃怪兽又是什么 人不是吃怪兽 人是拥有 食字 如果人是一个主持 代表人是拥有这些机器 所以现代人常说 食女就是这样 是的 我食女就是拥有那一条女 没错 我就是这样 顾问到你 这个当然不是这样 整个人是这样 如果根据丁振中先生的说话 食字就可以这样解释 他里面提到一件事 《山海经》里面 他曾经说过一个 就是 如果有些人 能够拥有了一种动物的话 他就可以称霸天下 他有解释 不是拥有动物 而是人拥有机器 而这个机器 就是一个核子反应堆 可以用来做核弹的 可以清霸天下 OK 是的 下节回来 我们再继续去探讨 这位丁振中先生的说法 究竟成不成立 我们先进行 接触过我们精彩的节目 现在上来这个网址 就可以订阅我们的8大频道 付费后 还可以重温所有精彩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赞好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拜拜